大家好,我是Tomi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现在我人在大阪 没错,我这次又回到这个大阪我的故乡了 那今天呢,要拍什么计划? 很多人跟我说 Tomi,想看大阪的自由心影片 那就交给我这个当地人 今天要拍的就是 大阪的两天一夜 当地人带路的自由心 这一次呢,非常荣幸 能跟班级班线控股集团一起合作的 我跟你们说,这个呢 身为大阪人呢,我真的超级兴奋的 说到那个邀约的时候就 诶? 应该我要介绍我的大学啦 我大学是在关西大学毕业的 那关西大学就是在大阪的 这个... 你知道,就是... 蛮聪明的 诶,这是... 然后我大学的时候 我真的是每一天都要坐那个电车 才可以到那边的 所以我的大学回忆都在这边呢 所以让你们更生日大阪晚 走 因为我们在日本比较没有那种吃早餐的文化 跟台湾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就是拿着那个肉包 然后就吃,马上吃这样的 而且这家呢,你们有没有吃过? 超级好吃的 跟台湾的那个肉包完全不一样 所以真的是可以吃吃看 超级的! 大家在这边现场做的 诶?它速度超快的 他们在这边现场做的 然后那边可以蒸嘛 日坦坦的肉包 大家好,我是Go 大家 互相不懂 开着的瞬间,这个香料都可以吃 哇 那你看刚刚做好的日坦坦的 这个皮外面面的很酷 很酷 中的肉很酷 它这个2个就420克 我会很高的,可以吃一下 這個豚蟎是有蚊蚊嗎? 有蚊蚊嗎? 蚊蚊嗎? 日本語間違大 還芥末嗎? 這樣就可以了 鼻子在鼻子上的感覺 蚊蚊很濃濃的感覺 他快吃完了 超級好吃 大阪人就超驕傲 我這個本地人呢 推薦在阪急每天車站這邊 大家可以買韓急ツーリストパス one day pass是700日幣而已 只要買這個 你從這邊可以去超知名觀光地點的 Jindu Kawaramachi 或是可以去Koube San No Miya 其他地方也只要是韓急電車燕線的話 都可以吃到飽喔 雜誌呢 從大阪每天出發到Jindu Kawaramachi 一般出票就要400日幣 等於來回就要800日幣嘛 那已經可以買一張這個ツーリストパス 比較划算囉 關係就是很方便又有魅力 關係最BANG BANG 直接在這個現場買就可以的 不需要提前預約 而且是只有外國人呢 買得到這張PAS 本地人快要哭了啦 這次呢我特別可以使用這張 那馬上開始我最愛的鐵道魚吧 好 大家好我們現在來到這個阿瓦子車站 真的是大雪的回憶耶 我快要流眼淚了 每天都在這邊上課的 這樣可以換車的 去京都也是這個月台 然後現在我們要去北線的後面 就是我們的大雪 天啊 真的是我大雪的這個車站耶 有點莫名其妙的感覺 有回到木校嘛 然後這次是為了工作來這邊的 以前是為了上課來的 大家有懂這個感覺嗎 只有我這個人興奮嗎 來到這邊的原因呢 就是想跟你們分享 我大雪時候的口袋名單 就是拉麵了 你們也可以來看看 順便可以看我的那個大雪 太懷念了 你看這裡真的是我大雪的時候 這個KTV還有保齡球 因為日本大學生很愛那個保齡球嘛 今天的天氣剛好超級好的 很像這個天氣 歡迎我回到這個大阪 關西我的故鄉 好酸喔 欸我回來了喔大家 真的太懷念了這一道路 大雪先都在這邊然後上課 你看這邊全部都是珠珠 或是KTV 或是拉麵店什麼的 我覺得這個感覺真的很有 日本的那個大雪的那個 這裡是寒大麵的 我出身大學 這個店 阿布拉蕎麵 Kirinji 我已經在大學的時候 吃了很多東西 這個味道要分享給你 哇真的 太懷念了吧 大家可以先在這邊買 這個購買機 可以自己投錢買 然後就可以買 我最推薦的是 全部載阿布拉蕎麵 全部叉燒啊 半熟蛋什麼的都有的 謝謝 很開心 蛤 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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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這邊還可以享受 TKG就是鮮雞蛋飯飯的 食べ放題 很便宜喔 這樣才150日幣 有一點 超級好 超級好 也是 可能吃了 好 它們很好 但它很美味 150元 先用這個刺 這個是刺喔 一二三 辣油 辣油個人喜歡 我的話就這樣子 一絮 然後加那個兩種之後呢 就招拌 大學的懷念的味道 好吃喔 這乾拌麵真的很好吃 這不算是日本的辣麵 就是沒有湯的嘛 可是日本從很久以前就流行這種 你看 它這個麵條真的是比較粗糙的 就是比較粗一點的 吃起來的口感非常QQ的 它這個調味有點像是醬油加一些它的特製的那個油 有點不知道怎麼形容這個味道 可是就是 基本的味道就是醬油 再加那些酥的酸味啊 或是辣油的辣味 然後就半熟蛋交換一起 這邊真的是光大的學生來說 我現在是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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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年了 但是我已經很久以前 我來台灣 一直都在台灣 一直在台灣 對呀 台灣很美味 對呀 對呀 很久以前是台灣的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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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以前台灣的女生 有一個人在台灣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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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在台灣的留學 對呀 我都在台灣進行 这一次呢跟那个绑极绑线KONGO集团一起合作的嘛 所以这一次特别有先进到这个SAKO的拍摄 很难的哦!这个就是一般人不可以进来的地方 纤维电池呢,我真的现在非常兴奋 大家有没有印象,从以前我开很多日本的各种 铁道的开箱影片嘛 那我就那时候爱上那个日本铁道 然后这一次跟官方一起合作可以拍那个列车真的是很棒 那我觉得列车这个东西呢,其实很普遍很日常的东西嘛 你可能做的时候就不会意识到它的历史 或是它是怎么做的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学起来的 因为每个列车都有它的特色,它的故事在 所以呢,等一下我会简单介绍这个版级列车的历史啊等等 那这样子大家可以这个资讯学起来 因为你们来关西或是大阪王,喜剧做这个列车的时候呢 你如果有这个背景的故事的话 可以更深入能体验这个列车的 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玩的 另外一个那种先日本旅游的享受的方式的概念 我讲的很好耶 里面一起去参观吧 这一次我要拍的就是 Kyouto-re-in-garaku 诶,我超开心的耶 哇,是这样子吗? 诶,真的是这样子耶 太嫌弃了吧 哇,这个很像那种小松山一样的概念 就这样子 有点像圆梦的感觉 大家进来进来,这边这边 哇 京都列院瓦落 少し前に別動画で簡単に紹介したのを覚えていますか? 大阪梅田と京都河原町を結ぶ列車です 土日宿のみ運行で時間さえ合えば乗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よ 大事なポイントは普通運賃のみで利用できること なので先ほど紹介した阪急ツーリストパスさえあれば乗れるというわけです 時刻表をここに載せておくので参考までに この列車のコンセプトは ご乗車された時から京都気分 全部で6車両ある中の一つ一つの車両に 季節ごとのテーマやデザインなどが施されています 1号車、6号車はゆったりとした京町屋の空間をイメージ 座席の間隔を広くとり 畳調のボックスシートが準備されています ですので家族や友人らとご旅行の際 一緒にまったり会話を楽しみながらくつろげます 1号車には秋の京都らしさが垣間見える紅葉のデザインも 2号車、5号車は風流な時間を楽しむをイメージ 最大の特徴は2号車の枯れ山水の庭 5号車の京町屋の壺庭 芸術作品のような日本庭園がなんと列車内に出現 庭園の向かいにある畳席から見えるその景色は 自分が列車にいることを忘れさせてくれるような美しさです 2号車には冬の京都らしさが垣間見える 竹と雪のデザインも 3号車、4号車は大人の時間を楽しむをイメージ 車窓から流れる美しい風景を皆様に見ていただくために 窓向きの座席を配置 また一人座席も多く配置されているので 優雅に一人旅を楽しみたいあなたにおすすめ 3号車には春の京都らしさが垣間見える 桜のデザインも この列車実は綺麗にデザインされただけではなく 大阪梅田と京都河原町間を結ぶ列車で一番早く着くことができます 約40分ほどという便利さです これほどまで手の込んだ列車 乗ったことのある地元民の僕が本気でおすすめする京都レインが楽 みなさまにもぜひご乗車されたときから京都気分を 私は本当に感動 私は本当に感動しているのです 実際に私たちに私たちに撮影した京都レインガラクを撮影しているのです 今日の列車は本当に全ての列車を包丁しているのです 努力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す 私は本当に感動しているのです 私は本当に感動しているのです これは以前のレインガラクを撮影しているのです 私は本当に感動しているのです この大阪の字は右上角の部分です それから以前の字は初めに入れているのです あ,それはよ これはあなたのオチだね 知られる その時代 以前の1910年始題 これは阪急電車1日 Lucyを撮影しました 列車真的很高い 列車真に毎日就ampf我们にサヴェに行ってみます まり 선물をマケーションで 生活時間が無いです だから copingにクールです なんか déshonじ nonprofits 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すごい あなたは突然 Anyways 我可以嗎? 抱歉,我要上去喔 哇,這個太棒啦 我拍這個 這是開置的地方欸 這怎麼開的? 其實這種也跟現在的一樣 沒有去很遠 大概一百年前的列治喔 噢,這種燈光 很有FU 好可愛喔 現在很多咖啡廳故意都弄得那種復古風的 你看這種門 這是你看這種木板的 椅子 可是這個椅子有一點硬 沒有現在那麼的軟 欸 超好玩的耶 天啊 啊 好好玩喔 今天拍攝超棒的 下一個地點 走 嗨 大家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就是天津巴士的六橋面 一樣 用這個汉球修律的巴士過來的喔 今天這部影片裡介紹的東西呢 全部都用這個巴士可以過去的地方 全部都是我規劃好的 因為我是天津 然後現在要去的地方呢 就是我的大阪拉麵口袋名單介紹 因為上次我介紹這附近的一家大阪的那個拉麵店 然後現在很多觀眾都會看我的影片過去的 然後更多人說 Tommy 更想看大阪的拉麵口袋名單 全部完了 所以全部我的口袋名單拿出來 今天是一個朝晚安的拉麵 沒有一口吃的拉麵 而且這個是天津駅的駅 現在我真的在大學生時から很像早就在那裡 從大師匙來沒有吃的 天津巴士那不是連不吃到啊 其实蛮划算的 我哥的话点这个 塩附面 不一样的感觉嘛 酱面跟一个拉面 它的那个酱油味道呢 有一点特别 因为它里面有加的那个柚子 所以就是又清爽 然后又有那种酱油的浓味 你们真的不要小看那个酱油拉面 不单纯是酱油拉面 不是这样子 日本好吃的酱油拉面是 真的是好吃的酱油 这个点的是那个塩附面 嗯 好酸 怎么那么小吃呢 塩附面是初めて呀 确实是塩附面是很常吃的 塩附面是不太多的 超好吃 我以为是很滑稠的 塩附面是一个鱼鱼的意味 嗯 基本上是塩附面是一样的 虚油拉面的味道 对 对 鱼鱼的柑橘籽的香味 嗯嗯 这个面条是很漂亮的 一样就是中太的吧 嗯 嗯 中太的应该可以吧 我明白了 好像中太的有些 汁和一样 都在吃一样 我超喜欢这大面条 就是中太的 然后QQ的 这边的叉烧也是超大片的 嗯 嗯 欸 叉烧真的很好吃耶 它肉切很厚,然后它油花很甜甜的 而且这边另外好处是泡菜,是吃到饱的 你只要点这个拉面的话就可以一直吃 这一家另外的特色就是这个炒饭 好像以前有关西的冠军过 它你看它超漂亮的圆形 日本的炒饭都会这么弄 日本好吃炒饭的定义就是一定要 啪啦啪啦,绿绿分泌的哦 这个炒饭真的好吃 我觉得日本的炒饭味比较浓 然后我们很习惯用超多的蛋 日本人好像有拉面和定食的味道 对,那不吃完 我喜欢这个炒饭 大家真的可以点看看拉面加炒饭的 只是有点胖 好,我们刚刚吃饱了 那现在呢,想要逛街 因为大家来大阪的时候 还是想要买衣服是不是 很多人问我说 Tommy,我要去哪里 就是要来到中崎州 就是每一天车站的旁边而已 那这边的话呢 很多人说大阪最时髦的地区 就是中崎州 是有很多select shop 或是那种古屋 就是你们就是过来这边 然后就看看 如果有幸福就进去买花宝这样子 今天我们有目的就是 GOOGOOの改造企画です 今天影片很棒吧 有吃的 有买衣服的 吃的 还有吃的 全部都是吃的 古屋多分是最初的 真的是革命啊 1100日币哦 这不是台币 超便宜的 你看到这也是2500的 里的那个牛仔裤 很便宜耶,我觉得 但是现在就好像 ゆったりと履く そうですね ちょっと履いてみようよ それ これと色味も良さそう なんか春っぽい感じの 嗯 春っぽい 我根本就知道 ベルト在哪里? 啊,ベルト在那里 哈哈哈 他真的今天要买全套耶 从头到尾耶 好哦,没关系 我父亲 诶,こういうベルト持ってない 永遠縛れるから 永遠縛れる? 初めて聞いた 永遠縛れるから 永遠縛れる 诶,其实很好玩耶 我第一次拍这种 那个逛古屋さん的 可是他现在真的是好看的 他那个头发有没有 卷卷的那种日系帅哥的 现在我觉得他穿的也是蛮不错的 但是 还可以更进步 Nike啊 或者是运动品牌的那种 SWET 简单好看的 很便宜 这样子2500日币 但是古屋的话 你们真的要看状态 就是有没有不好的地方 或是什么 一定要检查一下 我们回去看哥哥吧 他应该换好了 3,2,1 诶,可以可以 我真的可以耶 女士 どう,どう,どうですか? めっちゃいい 诶,いいっすよね 简单运动鞋 配牛仔 哦,いいよ,いいよ 诶,めちゃくちゃいい感じ 我真的不错 其实这样搭配起来 我觉得蛮不错看的 自分じゃないみたい 割となんか 悪い感情はしない すいません お姨さん ずっとなんか邪魔しちゃって 哦,全然全然全然 そんな 诶,この辺 ちょっと細かな 因为他自己 不会去买那个衣服的 所以我每次都要帮他买的 好烦哦 2,1 哦,诶 诶 我觉得可以 不要给你们看 他太受欢迎了 不要超过滴滴 真的不行 诶,我真的认真可以 诶,めっちゃいいよ 好,や これ猫嘴出してもいいじゃない この差し色が可愛いじゃもんね めっちゃいい,めっちゃいい ちょっと1ポイントで出るぐらいが可愛いよ 诶,他真的变帅耶 以後不要再改造他了 減差一下这个价钱 減差一下 因為我要买다 这个ホイス的在1980 他这个里面 没有黄色的是3000日币吗 皮带是超便宜的 660日币哦 超便宜的 裤子2530 又是总共加起来没有到1万耶 帅哥 哦 帅哥 好讨厌的 但真的很帅耶 我帅哥 你开心就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我已经买了很多 谢谢 这一帮的弟弟好不好 7件衣服哦 7件哦 16200元 真的吗 很便宜 超便宜的 这么便宜的 很便宜的 谢谢 我拿到了 太好了 谢谢 好 大家这次的晚餐就是来到天门吃饭 又来到天门了 大家还记得吗 上次我跟RyuTV一起来这个地方喝酒了 那今天呢 不要那么喝那么多 享受寿司 很漂亮的那种 IG完美叫 然后吃个寿司那种地方 走 我们刚刚选了这个户外的位置 春天这样子 那个气温来说在外面吃是蛮爽的 干杯我来吃 为什么 什么 我记得了 来 干杯 干杯 好爽耶 我上次也有介绍了 这个天门是酒非常便宜 这个是海拔罗 290日币 东京的话你真的不可能这样子 东京海拔罗一杯就要600日币 怎么着 不行啊 这一定要来天门 哇 哇 超多的耶 看你们的选择了 其实这家 你点什么 其实都蛮好吃的了 哦 厚焼卵 诶 这个才80日币哦 80日币不特有20台币耶 超便宜 它很厚 三种 沙門的那个 盛合 这个就660日币 它鱼肉也其实蛮厚的 然后它已经 好像用酱油调味的 好吃 我说五毛 它说好吃 它那个不是白色的饭 为什么呢 是因为是用阿卡兹 这是红色的赤马 我这有一些用心做的寿司店 都会弄成这样子 我很喜欢这个阿卡兹的味道 因为我之前在北海道 有吃过非常多寿司嘛 不输给那个北海道的 它这个是炙烧的鲑鱼 我吃吃看 如果想要在大阪吃寿司 然后这比较漂亮的环境的话 可以推荐这一遍的 萨姆很好吃耶 这个就比较特别 鱼巴特 所以上面一条 这个是奶油的 大家有看过这个鱼鱼鱼吗 它这个里面是鱼鱼 再加那个腌菜的鱼鱼 这个日本人很爱吃 外国人可能比较小吃这个吧 可以吃吃看 巴塔的香味和鱼鱼鱼 口感进行 脯肉的日口即化的口感 再加泰鱼的那个比较解腻 因为脯肉比较油花多嘛 我是时候有喝到这个 这个HayBall 好 好 我跟你们说天溫真的是天堂 刚刚从那个天津巴斯六周 天陆车站 走路大概三到五分钟就可以到这个天溫车站 非常方便 哇 艺序作品 就这样子跟洋葱一起吃 它因为是和牛的鲜牛肉 所以吃起来很新鲜 大家可以点这个 其实这边不仅是海鲜好吃 肉也是蛮不错的 价钱来说 有一些比较便宜 有一些比较贵 所以看你们的选择 乾杯 我的福祉祝福 干杯 有点不动 更快 真的好奇 真厉害 真厉害 很快 4个人吃总共1万日币 我们刚刚一个人喝了两杯酒 然后吃了一堆寿司 这个价格我觉得很甜 就是很便宜 一个人2,500日币 现在时间大概已经9点了 那我回到饭店 休息一下 最新的美麗的Hotel阪急レスパイア大阪 購物後,就很便宜 新的Hotel,內装非常美麗 何言之,地上35階高層階から見到 這個夜景最高 3、2、1 超好的耶! 我在旅遊的時候,飯店超重要的 你外面跑很多地方然後回到飯店睡覺之前 可以看這個夜景的話 旅遊的這個真的是美好的回憶耶! 今天的拍攝也是行程漫漫的 但是大阪這種影片還沒有結束 明天還可以開箱這邊的早餐Buffet 然後最後就是想要跟你們介紹 大阪推薦的櫻花景點 那我先點點睡覺 おやすみなさい 我記得這邊早餐的話,他們已經分配好的 所以還蠻方便拿的 就是小菜什麼的白帶也蠻漂亮的 這邊比較特別的是這個 這個イタリアンたこ焼き炸之後 它番茄吧好像 還有那個バジル的Sauce 這個好吃耶!有點像 壯意章魚燒 這種小菜也很日喔! 這是明太子嗎? 明太子就跟白飯一起 然後再配日子燒 美味美味 我看旁邊的客人呢 只是比日本人 外國遊客比較多 我覺得也合理的啊 因為這邊那個過物啊 或交通什麼的都 對觀看客人來說真的蠻方便的 最後景點就是這邊 大城街公園 像我們昨天去的那個 天津巴士的六丁目 天禄駅附近有的這個公園呢 其實是櫻花的景點 不敢相信吧 因為現在都沒有櫻花 拍攝日子三月區 當然是沒有櫻花 櫻花這個東西真的很難 如果滿開的時候 我拍攝的話 發布這個影片的時候 已經沒了 所以要等到明年 所以這次是提早故意拍的齁 那這邊的話呢 3月底到4月區 4月中的話 應該櫻花已經就沒了 所以像這個3月底到4月區的時候 可以看非常漂亮的 Somei Yoshino 就是在日本 最有名的櫻花的品種 而且這附近的美田 或是天禄街場附近 有非常多美食嘛 所以你們可能吃完美食 其實就是來這邊散步 然後享受櫻花 也是非常不錯的選擇 很日本的 那個享受的方式唷 怎麼樣大家 這一次的大阪人帶入 大阪自由行影片 其實我介紹的地方 非常的當地 而且也是我自己很推薦的 口袋名單 或是什麼買衣服的店 之類的 所以大家來大阪的時候 記得參考我的影片 跟著我一起享受這個大阪旅行 然後如果來到關西的話 順便可以去金珠 或是神河的時候呢 可以用這個 我剛剛就是介紹的這個東西 非常方便的 還有那個今天影片介紹的 就是去那個金珠的時候呢 真的是可以打看看 超級好看的 也是一樣用這個 可以打的喔 好那就這次的影片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收看 下次的影片見 掰掰 全部都是櫻花 真的 相信我 真的真的